阿斯卡可以先跟我們現場新加坡的媒體朋友們先問 哈囉 大家好 很開心又看到大家 謝謝 這一次多了一個填詞的身份 是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就是唱歌我們每每看到你在螢幕前 那表情都好投入 然後每次聽了大家都覺得很感動 就起雞皮疙瘩那種 謝謝 那填詞方面 阿斯卡有沒有說我一定要在什麼樣的一個狀態下 才可以靜靜坐下來填詞 其實我沒有設定 因為 我也不敢說自己是 寫詞 做詞人啦 因為 其實是在上一張專輯 原色就跟李宗生大哥有很深的淵源嘛 然後一直到現在其實跟大哥都 保持很好的互動 然後這一次專輯也請到了吳家輝嘛 等於就是我們都算是大哥的門徒 然後 大哥是在原色那張專輯就是發現 我其實私底下是喜歡寫字的 對 寫文字 然後 因為都是我自己的感覺嘛 自己的觀察 所以 我寫出來的文字 比較 可能大哥他喜歡的東西就是 他覺得是第一個可能是比較 雖然稚嫩 但是他會覺得 有個性 有個性的文字 所以 他那時候算是有一點 有一點 命令式的 希望我可以就是 不要間斷這個文字的部分 那也 所以他這次也很大膽的在第一波主打 其實都沒有的時候就是 用我的詞 就是你的詞 在唱的方面 大哥有給你什麼樣的意見嗎 唱的部分他比較不拘束我 比方說其實 其實在唱的部分 出外跟原色這兩張專輯 就有很明顯的 不相同 但其實都是大哥希望我做的事情 對 所以 我一直到現在 即便我收的新歌 或者未來我要做的音樂 大哥在唱的部分 其實從原色開始 其實大哥他就 他其實是不拘 不拘泥我的 就是 他在我錄音的過程當中 然後 還有我自己唱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很少給我意見 他只會說他喜歡或不喜歡 然後他也可以允許我 否定他的不喜歡 所以 我覺得在唱的部分 我反而比較自由 對 但是他卻很 很深入的 要我在文字的部分 要我甚至 即便他覺得我已經是一個 很觀察型的一個歌手 他還希望我可以再 再深入一點 就是等於就是說 他會很刻意地在這個地方 甚至我在跑步的時候 我在游泳的時候 我想的東西 好比說游泳池裡面的瓷磚 形狀 他可能希望我都還 還可以再深入地去觀察 想一些事情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 放空的 對 他可能說 對 所以 反而 網路的生活 給我更多靈感 就去 去寫 去 甚至我自己的作詞 因為我來新加坡的飛機的圖上 我也寫了半首歌 所以 其實 剛剛也提到 我怎麼寫歌 我反而不需要一個很 很 很安靜的空間 或者是 很私人的地方 我覺得我反而不用 就是 我從來創作都是比方 我好多首歌都是 比方說塞車 兩三個小時 然後 我突然 看到外面的人失誤 然後 有感而發 然後我坐在飛機上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就是 其實坐在飛機上 它會有一個引擎聲在你的 所以我們要戴耳機才不會 好像覺得很吵 然後突然我會覺得 我那時候就是把耳機栽下的時候 我覺得 有一種感覺就是 其實我好像滿安於就是 忙碌的生活 安於比較 比較紛亂的一個 可能 因為過程是很忙碌的嘛 所以你可能整個行程 都是很紛亂的 然後你會突然有時候感覺說 其實這個時候 你會 我不知道 我那時候就突然覺得就是說 想到一些比較深層的東西 所以我就寫了一些尾字 而且我覺得 阿斯卡很厲害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很會抓空隙 就我剛才聽你這樣講 就我們如果像你這樣的 我們都已經累死了 有空隙就睡覺 不是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會抓空隙的人 不會嗎 因為感覺上好像 塞車也可以這樣 在飛機上那個引擎 也可以這樣 就我們這種 就把 就放了一個東西塞就耳朵就睡了 就算了 可是你知道阿斯卡就 我感覺上很會抓這些小小的空隙 來讓它變得 那是因為我平常如果有大把的時間的話 我就會 我真的就是會休息 會睡覺 然後 因為我會 我反而是相反 我反而是相反 我蠻羨慕那一種 就是如果你自己有很長的時間的話 你可以很有規劃 比方說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都不用工作 你都可以去你任何想要的地方 然後我只希望你寫出一首歌就好了 我沒有辦法做到 可能我一個月到之後 我一定想說不好意思 我 我一個字都沒寫 對 我反而是那種人 所以可能 跟大家會有點相反 我反而是那種 莫名其妙 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在一個旅行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就寫下一件文字這樣子 在這樣的這個生活 就是空中飛人這樣的生活 然後很忙 然後通告都很多 訪問很多 那那個倦怠感 阿斯卡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怎麼樣去讓自己就是消除一下 可以讓自己的狀態 永遠都保持在那樣的一個水平 我的方法其實是比較普通 因為我就是運動 然後因為我的作息會比較 我很少要起床的人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在早上可以很 好比說我今天早上就去跑步 加游泳 然後我覺得在游泳的過程當中 其實雖然在每一次的這個 不同的城市 但這張專輯也跟城市有 某種程度的關聯 但是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城市當中 所以我都會希望我的工作人員 可以幫我安排 就是有健身房 有游泳室的飯店 然後我可以 我可以自己提早起來 然後就把那個倦怠的感覺 消除 然後其實我覺得做運動 也是一個 為…怎麼講 比方說 好比說今天跟大家見面 我覺得也可以做好準備這樣子